當滷肉飯漲五塊錢的時候 你會暴跳如雷 你會變成滷肉飯漲五塊 會變成一個社會事件 是一個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新聞斗大的標題 為什麼滷肉飯多五塊錢 你會那麼在意 那你買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 買一件衣服五百塊好了 算五百塊錢好了 算便宜貨 買五百塊錢了 不能試穿 所以浪費了錢 又買另外一件 你就不會認為那五百塊錢是浪費的 價值觀的評判 我只是覺得蠻怪的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很奇怪 那我覺得是不是那種追求 追求心理價值心理補償的那個東西 我們都沒有在追求 當我們的教育沒有這一塊以後 當我們教育沒有這一塊以後 我們是不是以後長大以後 長大以後 如果你今天 我們今天很幸運 我們做到我們喜歡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幸運很幸福 那今天如果我們做到 我們今天我們在我們的工作領域上 沒有辦法發揮到最棒 所以被整個邊緣化到必須要從事一件 我不喜歡的工作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放棄我一輩子了 一半的時間在上班 另外下班的時間你是自己的啊 你可以去填補自己那一塊 上班的時候沒有 沒有 沒有填滿的那個心理的空缺的部分啊 我常常會覺得 是不是我們對這方面的需求量太少 就是我常常在覺得說 我常常很自以為浪漫的在 在 在評估電影票房都是這麼算的 我說 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離電影院一個小時之內的距離 都算有效票的話 台灣有七成的觀眾 都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拍的電影 至少有七成的觀眾 是有效票的 有效票的喔 是會 是有那個能力 有那個本錢可以走到電影院裡面看的 非常方便 一千五百萬 對 一千四百萬 一千四百萬 一千四百萬人 你再去頭去尾 一些 真的負擔不起的 或者是年紀太大 年紀太小 再給他切一半好了 多少人 一千七百萬再切一半 就 一千七百萬 對一千七 七百萬人 一千四百萬 一千四百萬 九百萬嘛 九百萬嘛 一千七 一千四百萬喔 七百萬 你看看台灣教育多失敗 七百萬 從小念數字到最後 還好你們不是建構式數學下面 七百萬 七百萬的 最有效人口 我們只要運作到 幾層 六層算幾個好不好 百分之六十 很多電影都能拍 百分之六十算幾個 是多少 七百萬的 四百二十萬 四百二十萬 一張票算 九億 兩百五十塊 九億 他從事這一行 從事錯了 他應該是 從事 當精算師 才對 九億 九億我們可以開多少戲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產生 多棒的 多棒的製作 多棒的 谢谢大家